文化界老千局哄你入局 米雪做過主席,股東就有陶傑、潘元良、李志達等等 叫創型文化的公司,說自己有29間國際銀行 和多位文化界萬人力餐準備上市 他們計劃集資50億,我們扮內地投資者 跟他們談招股場情,但只是派出兩條小子,但嘴頭煞足 說真正的事實給你聽 印紙其實是印出來的 銀行是否這麼有心去做文化? 不是,銀行做的事都是為了運銷自民運 現在很簡單,我們有機會和銀行一起去找人 還說公司目前沒有盈利,上市定價5元 現在已過半配售,起碼賺三個開 還暗示玩大一點,有好處 如果你玩幾百萬的那些,其實我們怎麼去做 我們有一種叫七成保證 應該說一個選擇條款 選擇條款 而入股的錢,就入到另一間離岸公司 那不是令盤數混亂嗎? 他就表示這樣才看不到錢去哪裏 而被列為發起人的財資就說 沒有拿過錢,我大半年也很忙 沒有再見過一張檢查 我也在想,是否退出 因為我自己長期在大陸 探索我送你去瞭解 他們這樣做是佈局 想在大陸脫水 這樣搞法,隨時整湊本港文化界那裏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